南投县新义乡的梅花已经盛开了 今日因为气温骤降又下雨 当地的梅花绽放已经达到四成 相较去年多上好几倍 预估赏梅高峰会落在元旦过后 清晨时段还能欣赏到云海 欢迎全国游客来踏青泡温泉 梅花一朵一朵地挂在树梢 绿白相间一点就一点 身头换上新面孔 乍看之下仿佛雪国世界 我觉得很漂亮啊 然后很开心 刚好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么多梅花 我刚刚看了一下蛮多花苞的 所以听说这个假日应该会比较漂亮 因为我去年也有来 那我今年再来 我觉得今年的花矿整个就是比去年还好 然后就是 而且一进到这边 就会觉得说整个都是梅花的香气 老天赏脸 随着气温骤降雨水报道 南投献性一箱 梅花朵朵绽放已经有四成左右 清晨时刻还能与云海来个浪门卸垢 媲美人间仙境 对比去年暖冬晃晃不佳 今年堪称爆炸时盛开 龙慧言笑说这回花矿有机会加倍奉还 今年到年底的时候它整个都是含苞带放 我们一直期待说它在元旦之前 算能不能再下一场雨 那真的上天有兼顾我们心意乡 所以这两天它又下了一场雨 而且这个雨量又相当的充足 所以到今天开始 看整个花矿好像是用倒开 这样来做新的 所以我们预计今年的花绝对是相当漂亮 会把气脸没有开的 全部都会一次开回来 至于游客最关心的爽眉巅峰期落在元旦过后 推荐清晨6点到8点前往 民众快晚年还可以再来一趟旋眉之旅 享受新宜乡的优质温泉 度过一个勤才的假期 记者曾光佑 新宜乡采访报导